阴性或者阳性 对于人或者动物这种自然性别差异的人词来说 阴阳性是很容易区分的 但是法语中对于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人为的规定了阴性或者阳性 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名词 它的意思是小时 这个名词是阴性名词 为什么是阴性名词呢 我们是找不到原因的 我们以前学过的名词 故啊 克 克成是一个阳性名词 但是故啊 为什么是阳性呢 其实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不太习惯 但是以后我们记忆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它是阴性还是阳性来记住 阴性和阳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只能靠记忆 那么名词是阴性或者阳性的时候 修饰这个名词的贯词和形容词 以及代替这个名词代词都要有相应的性数变化 名词是阴性或者阳性的时候 修饰这个名词的贯词和形容词 以及代替这个名词的代词都要有相应的阴阳性变化 除了阴阳性之外 法语的名词还有单数负数的区别 这个跟英语是比较类似的 一般来说从单数变成负数 是在词尾加上一个字母s 这个s一般来说都是不发音的 例如一扇门 运的bacht 以扇门 debacht 实际上贯词运的变成de 但是bacht这个名词的发音是没有变化的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名词一旦变成负数 跟它配合的贯词 跟它配合的形容词都得变成负数 例如这个女孩 这些女孩 下面我们进入这课的互动练习这环节 有请两位同学上来跟我一起做练习 好请这两位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 你好 你好 你有兄弟吗 有一个兄弟吗 你吗 我我有一个姨 谢谢两位同学 在这一刻的走进法国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法国人的mariage 也就是说法国人的婚礼 在法国有两种婚礼 一种叫做mariage civil 世俗婚礼 另外一种叫做mariage和立日 宗教婚礼 一般情况下 相信天主教的人 先到市政府登记 举行世俗婚礼 然后再到教堂举行宗教婚礼 由于天主教的教义是禁止离婚的 所以教堂一般不接受 离过婚的人举行宗教婚礼 法国人是非常依恋自己的家庭的 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和自豪 很多年来 法国人一直为出生率下践而烦恼 那么在法国 他们推行鼓励和奖励 多子女家庭的税收制度 法国政府在1921年 设立了一种多子女家庭优待症制度 叫做garte familie nonbreuse 持有这个政见的家庭 在坐地铁 坐火车的 以及很多其他方面 可以得到政府的优惠 这种鼓励生育的制度 跟中国的计划生育 正好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学习了 介绍自己的家庭的几个句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理解了呢 我们下一课再见 Merci Aufour 大家好 在第八课里面 我们将对前七课中学过的内容 进行复习和总结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法比老师Gamel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课的学习 Bonjour Je m'appelle Gamel Je viens de France 首先我们来看看 在前七课里面 我们都学过哪些法语因素 请Gamel 给我们示范一下 法语的原因 以及半原因 A A K K LA LA MA MA E E K K L L M M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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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Ut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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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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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LE LE DEBOUT DEBOUT VENDREDIS VENDREDIS E E BÉBÉ BÉBÉ B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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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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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法语中的语话原因 请张奈乐来示范一下 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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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emprende 下面看一看我们学过的两个半圆音 请干代理示范一下 我 我 we west